先为大家介绍消费者的喜好和消费选择 在上一章节中,主要介绍了理论的效用和最适消费问题 今天我们就把理论运用到几何中 通过几何图形来直观地分析消费者喜好和消费选择的问题 首先介绍一下无差别曲线的概念 无差别曲线表示的就是 对于个人消费者来说 带来相同效用的所有消费的组合 所以简单理解就是在无差别曲线上的每一点 都表示了两个商品或服务的组合 并且这些所有的组合给个人消费者带来的效用是一样的 不同效用的无差别曲线的集合 就成了无差别曲线地图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在靠近远点的那条无差别曲线上的点A和B的效用都是10 而相对离远点较远的无差别曲线上的所有点的效用 和C一样都是20 然后AB和C都代表了一种零食和巧克力的组合 所以对于无差别曲线来说 我们要获取的信息有两个 一个就是效用相同 另一个就是商品或服务的消费组合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无差别曲线的性质 第一个就是无差别曲线是不会相交的 每一个消费组合只会对应一个效用 第二个就是无差别曲线离远点越远,效用越高 第三个,无差别曲线的图形是凸形的 并且是向右下倾斜的 现在通过图形来解释一下第一条 图中在同一条无差别曲线上的点A和B的效用应该是相同的 然后如果点B对应了两个效用 那点B的效用和点C就会一样 最终点A和点C的效用也会相等 这样就不符合无差别曲线的第二条性质 离远点越远,效用越高 关于第三条性质 主要是因为现阶效用递减造成的 在了解了消费的效用后 我们来看一下消费者的选择 这里我把分析的逻辑也写出来了 我们还是利用前两张图中的商品 Snack零食用S表示 Choco巧克力用C表示 在同一条无差别曲线上 减少S的消费引起的效用减少 可以通过增加C的消费来弥补 所以因为对S的消费减少 引起的效用的减少量 就等于增加C的消费 带来的效用增加量 根据效用公式 我们就可以得出 S和C的线接效用和变化量之间的关系 就是标红的那两个公式 请各位记住 在这里还有一个新的概念 线接代替率 这是建立在线接效用的基础上的 S对C的线接代替率 就是为了保持总效用不变 每减少一单位S 需要增加的C的单位量 然后这个单位量是逐步增加的 反之为了保持总效用不变 得到一单位的C 需要减少的S的量是在递减的 这就是线接代替率递减原理 那么如何用几何来表示 最适消费呢?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最适消费组合的概念 最适消费组合 就是指在有限的预算制约下 达到个人消费者效用的 最大化的组合 那就只要把无差别曲线 和预算制约线结合起来 它们的切点就是最适消费组合点 因为当你选择非切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要么 点不满足预算制约 要么效用没有切线点大 所以把这个结论记住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用公式来证明一下 切线点就是最适消费点 首先根据之前我们讲到的 最适消费规则 消费者效用最大的时候 就是消费组合中 每一个商品或服务的 现阶效用相同的时候 用紫色的字表示的公式 同时 S和C的价格之比 就等于预算制约线的倾斜度 S和C的现阶效用之比 又等于无差别曲线的倾斜度 所以最后还是能得到 最适消费点 就是预算制约线 和无差别曲线的切点 好 以上就是今天关于 消费者喜好和消费选择的介绍 谢谢各位观看